我们的陆委会也公布了最新的中国大陆情势报告 发现讨薪水的情况变多了哟 还有哪些重点呢 我们交给主播蒋新美 陆委会公布了最新的中国情势报告 指出了2023年呢 在中国有多达了47名的干部 遭到了这个彻查数字超越了2022年 另外在中国出口跟外国投资 都是衰退 地方债务却是年增了25.6% 预估呢 2024年中国的金钱成长率 可能会落在4%到5%之间 可是引发各界还有关注的 就是在中国2023年 所传出的工人讨薪维权数字 超越过去三年总和 2023年1到11月超过了1600宗 光是在11月就有240起 这个数字创下了2017年 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记录了 整个的失业问题也让中国现在出现了 全职儿女跟慢就业这种消极控诉的方式 那我们就回头来看到工人讨薪维权 近期其实在中国的网络上就传出了大量的影音 像是在2月4号的时候 河南有非常非常多的清洁工人 他们穿着背心就聚集在当地的财政局的门口 从画面当中的屋檐上 你可以看到还有矮矮白雪 他们是冒着低温风雪的天气 在追讨他们的薪水 那么画面曝光的隔天呢 官方就表示钱已经都会给他们了 也表示会来检讨 为什么薪水没有如期发放的问题 可是2月2号在南陵还出现了 有数十名的农民工 他们举着布条要追讨这些薪水 结果当地确实出动了 比他们人更多的优势警力 从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呢 这些农民工他们本来是坐在地上 结果一一被强制抬走 根据网路上的描述说 现场是哭喊声不断的 1月底的时候 在湖南也传出了120名的民工 他们因为领不到薪水 只好大动作冒险爬上了屋顶 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这些画面现在都在中国的网路上引发讨论 以上是新提供给您 也请你锁定华氏新闻 哈喽 我是一锦 你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